不只政治人物有聲量調查 現在連媒體人也有 這也是我們所謂的名嘴 那誰又是台灣聲量最高的媒體人 第一名就是周玉寇 再來第二名則是趙少康 第三名是吳子佳 第四名則是郭正亮 第五名是黃偉漢 但是聲量高不一定 等於就是好事 因為有可能是正面聲量 也有可能是負面聲量 像是這周玉寇 最近他的負面聲量 最後是比正面聲量還要高的 那麼現在師範大學政治系的教授 曲教祥 他也分析說 其實這些台灣政論節目的多元討論 其實對民主發展 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但是如果濫用權益 來傷害他人的話 其實也會帶來負面影響 另外台北大學公共行政系的 副教授侯漢君也提醒 他說如果你在節目上 爆料錯誤訊息 其實也很容易會導致你的公信力消失 像是最近最知名的 就是周玉寇爆料的 這個張淑娟的烏龍爆料事件 所以侯漢君自己也講說 雖然他會有收視率的聲量暴漲 但是他這個就像兩面刃一樣 其實也會傷害到自己 請支持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 全新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霍大視野掌握趨勢 邀請您訂閱並且開啟通知小鈴鐺 並且開啟通知小鈴鐺 通知小鈴鐺